這是一位 全國最奇葩的一個議員 身為桃園市議員 專門監督高雄市的 這是滿奇怪的一個事情 他就在他的臉書上 列出了過去三個月 高雄市的公司登記的狀況 他指出許多企業 在韓國瑜執政後倒閉 經濟狀況比過去更差了 批評韓國瑜的拚經濟方向 很可能根本錯了 他舉出來說 營建工程業倒了143家 批發零售業倒了431家 旅遊燦營業倒了65家 農林漁木業倒了10家 不動產業倒了32家 製造業倒了144家 總共減少了825家公司 聽起來這數字滿嚇人 才幾天而已 怎麼倒了這麼多家公司 所以他提醒韓國瑜 你與其整天思考 是否參選總統 不如先專心試政 拿GuruTag什麼 又要被韓粉說管好桃園 這不是你百拳應該去管的嗎 你不是桃園市議員嗎 像桃園經濟狀況非常好 希望高雄也能真的很好 桃園經濟狀況真的非常好嗎 我請這位 全國唯一的不分區議員 你可能要仔細看一下 這是桃園市跟高雄市 從107年11月到108年2月的比較 桃園市新設立的公司有1054家 高雄市新設立公司1281家 工廠協業的 桃園市有219家 高雄市只有127家 其實我個人認為 單純比這種數字 這個在經濟上其實是不太對的 可是因為王浩宇這樣比 我們就拿這樣去比 我甚至可以再補充一點資料就是 光是今年上半年 預估桃園這邊要大量裁員有九屆 光這九屆就要裁員3684人 其中光一個華映就要裁2500人 那你都不知道這些事情嗎 你們桃園的問題其實很嚴重 而且從2015到2018年 桃園市是六都裡頭失業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難怪高雄市新聞局長 王淺秋就直接回避他說 你王浩宇才是靠寒流發大財的 其中一位 你每天就挖高雄的牆角 趁後腿爭取媒體曝光率 跟上節目拿通告費 所以你自己已經發財了 就不要去擋別人的財路 我真的是奉勸王浩宇 多關心一下自己的桃園 浩宇他因為他很年輕 他又懂網路 所以他可以天天的利用 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他告訴你少了825家 但沒有告訴你其實多了1200家 所以因為這種商業登記 常常會變的 對 聽眾朋友 很多時候就是先冷靜一下 深呼吸 想一想 這種商業登記 有時候他會有公司成立的問題 稅的問題 我今天我必須要取消 這個公司結了以後 我再 並不代表就是少了825家 這麼一個簡單的數字 就代表說這個城市已經衰亡 他可能已經變成一個標題 就是在網路世界氾濫 現在就只有標題 現在都是用標題殺人 很多東西都一張圖 一個截圖或抓到了 但是網路上有所謂的同溫層 就是他至少可以鞏固自己那一邊 喜歡韓國瑜的人去找 看到韓國瑜好棒棒的新聞 看了以後很滿意 討厭韓國瑜的人 就看到這種了 他也會很高興 但這種狀況之下我在講 我剛剛就說 王金平 朱立倫跟吳敦毅 比較沒有 真的沒有能力面對這種狀況 因為韓國瑜他的網路的 所謂的義勇軍 非常的積極活動 他們會去找新聞以後 然後去探討 找到答案以後 然後再去反駁 可是王金平跟朱立倫 朱立倫其實也算是 有在接觸網路 他的粉絲團的人也滿多的 吳敦毅跟王金平相對比較弱 所以王金平現在公道博也在搶 這種狀況之下 不是只有靠你就是努力的去把 雖然這兩天也有在講 說這個所謂的買粉絲專業 是因為韓國瑜跟王金平 反正就是 反正糞就撲過來 你身上都已經臭了 你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不是我的臭 可是你已經全身臭了 這種時候像這樣的新聞 我們今天還花時間去討論 大家看了以後 你沒有看這些新聞之前 你是不是也瞄到那個標 就是韓國瑜是很會講 可是好像白夜蕭條 這種經濟狀況不正好 你也會這樣想 你看到任何人看到都會這樣想 所以不是藍綠的問題 就是常識的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的片面訊息 就是要騙你 所以這種時候 現在打網路已經不只是人氣而已 就在網路上面 你是否有能力承受這個攻擊 你的防守夠不夠 被這樣子打這樣子罵以後 發現你還沒倒 那才行 倒了就沒用了 第二個就是不但沒倒 還能夠導正視聽以後 把本來誤會你的人 又願意相信你 這個能力來講的話 目前韓國瑜是最高 一般相信當議員 就整天的行程滿滿滿的 寫臉書的時間其實也不太多 這以我自己為例是這樣子 助理要調資料 確實他滿會調資料 但是如果以量化的數字 來片面的定義一切 那也是不太公道 我們說一個公道就是說 其實台灣整體來說 以高雄它是一個區位經濟 剛剛有講到就是桃園 桃園也是區位經濟的概念 每一個城市 比如新北 新北它就不一樣 它29個行政區 它甚至每一個行政區裡面 都有不同的區位經濟 那更遑論說你直接去用數字 倒多少家 然後去這樣講 一桿子打翻 其實應該要再把它拉高一點來看 比如以高雄來說 你是在勸告王浩宇嗎 不是 我是把它說 把它拉高一點來說 譬如說高雄 因為你用數字去對話 有時候可能會造成 雙方沒有交鋒 但是你把它拉升到區位經濟 比如蔡總統 他把高雄定位為國見國照 中部就是精密機械 桃園就是所謂的亞洲矽谷 這個區位經濟概念出來的時候 現在地方首長包括韓市長 我相信高雄市議員 他也緊密的在監督市長 你對於高雄未來 要怎麼發展這個城市 我相信韓市長自己 應該是會有副案 你講得好像是 王浩宇應該非常認真 像你這麼深入的 去監督高雄市政嗎 我的意思是說 探討問題 可以用其他更廣義的方式 並不一定說數字代表一切 但是如果用這樣來探討也是可以 就是說比如說高雄是這樣探討 桃園也是一種探討方式 現在做亞洲矽谷 它的成效如何 其實我們也要來看這樣 中部發展機密機械 蔡總統執政到這樣三年多以來 到底它的成效如何 其實總體來說 用這樣子來探討 會比較客觀公道一點 你整體來說是說你的探討方式 跟這個論證的方式 比王浩宇高明很多 這個意思嗎 我沒有這麼講 但是這個細舊問題的方式不一樣 但 那你認同這種方式嗎 像我跟袁志聰都新北市議員 新北就像小台灣一樣 其實他去了解他很多問題 其實都非常的複雜 這個議員算認真 翁議員就這樣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拿出這些訴求 我們用行業法來講 英建工業 工庭 英建工庭 倒了143圈 你有沒有看到倒了一圈 投保 英建工庭公司就對了 就是英德聰 三個月來倒了 不 所以這三個月的關起來 標示在過去的半年紀一年 他就開順了 所以這三個月關起來 這143圈 你是說這個業績要算成局的 沒有 一定要來 430圈一圈的配方領袖 都會是早期的 就是說我今天進會進來關起來 總共大家來清算 那早期最好 如果沒有這430圈就是我配方進來 買起來 燒賣業 這就是進行累積開順 所以這三個月關起來 這是這樣看的 鹿油 產業業 過年大月 大月等過年怎麼收起來 就進行開順 大月燃了 所以這六十五圈 應該是去年就參加黑黑黑了 韓國會上來 他們還要換牌子 再來製作業 有倒了一間製作業 製作業只設賞 投資機械進來 建築這樣起來要多久的時間 然後這三個月還要關起來 所以你要用這個行業 他今天收起來 除非他是換中政 換新牌子 換新的公司 還在中心營業 否則這所有的關起來 停業的原因 都是在半年至一年前 所發生的開順到經驗不成 正正現在關起來 還有你公司要關起來 不是你關的關 小費家師上來到國稅局之後 然後關起來國稅局來建議 你這個當時要辦 你來通知來 好像門開門回來 就要三禮拜 因為我們有人關過 所以我們很清楚 不是你像這樣 現在關起來都做幾百間 我跟大家說 像這樣大家很來行 你們這中小企業 跟旁邊有在看電視 你來講一下 你們跟我說這樣這麼辦 不是他拿出來關 幾間就幾間 不能亂亂對他去背望 他就是標題殺人 他最厲害就是這樣 他上網去找一些 適是而非的資料 然後就用數據公佈 然後下一個標 大家就被他影響 然後就跟著他的風向走 大家就開始討論這個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資料 完全不能夠這樣子解釋 為什麼 因為去年11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經濟部有通過一個法案 公司法22條之一 那時候有一個新的規定 就要求公司在1月底 今年1月底之前 董事跟股東必須要 申報持股的比例 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讓很多公司就乾脆歇業 因為很多公司是他存在 但是他沒有在營運的 懶得去辦撤銷 因為這個法令通過之後 為了還要申報 沒有申報要罰錢 乾脆去辦撤銷 很多公司是因為這樣子 去辦撤銷 所以你整個公司的加速 當然會比以前少很多 王浩里有討論這件事情嗎 完全沒有 第二個 我們會覺得很特別 像趙雄剛剛講說 我們新北市議員調資料 都滿累的 還要跑新城幹嘛的 桃園市議員他有空 去調高雄市的資料 這麼多的時間 在做這件事情 桃園的資料總要調一下 這你要調資料 要聽市長的施政報告 要看他的施政報告書 對 他桃園的你沒有看 他現在看高雄的 特別去調高雄的資料 我今天因為為了要討論這個題目 也調了一下桃園的資料 我們調了桃園的資料 你們都跨區經營 跨區經營 大家現在都流行跨區經營 人均支配所得 2014到2017 新北市成長15% 但是桃園2014到2017 人均可支配所得 只有成長3.95% 你的桃園 在幫助理論講 桃園下降這麼多 你王浩宇有沒有講一句話 王浩宇有沒有講一句話 沒有 你每天在盯著韓國瑜幹什麼 你桃園做得很棒嗎 第三個 王浩宇的資料 常常就我剛剛講標底殺人 我舉一個 我也去關注一下他臉書 我舉一個 有殺到你嗎 是真愛 是真愛 有一個資料 之前也有引發討論 他說韓國瑜的網路聲量 正面跟負面交叉了 好嚴重 怎麼會這樣子 韓國瑜的負面聲量 就超正面聲量了 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大概是3月中的時候 各位知道這個資料的使用 完全錯誤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要去爬梳 這些大數據的分析 你要看你爬梳的基礎在哪裡 如果你爬梳的資料 全部來自於反韓國瑜的臉書 或反韓國瑜的社群 當然負面聲量 一定會比正面聲量大 這第一個 你有沒有交代清楚 你的資料來源 沒有 第二個 韓國瑜的正面聲量 跟負面聲量 本來都是交叉 他不是第一次交叉 本來就是有交叉交叉 不是第一次 也沒有什麼指標里程碑 至於說為什麼有的時候 負面聲量會超過正面聲量 也不是說罵你的比稱讚點多 完全不是 觀念要反過來 網路聲量是怎麼調查的 網路聲量是用關鍵制作調查 譬如說打Key Lo 韓國瑜討厭 人家就把它判定成負面聲量 但是其實今天很可能是 王浩宇罵了韓國瑜 然後我跑去罵王浩宇說 王浩宇你這個人真的很討厭 實際上我這篇文章 是對韓國瑜有利還不利 是有利的 可是我在正面聲量 負面聲量我會歸納為負面 所以其實討厭的是王浩宇 但是會算到討厭韓國瑜 韓國瑜 韓國瑜 請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類 不好意思 因為對王議員的新聞 我都是先打個大的問號 然後就把它繞過去 但新聞我會看 剛剛這個來龍去脈 其實謝議員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解釋得非常專業 王浩宇也許他是樂在其中 也許他認為他是在修理韓國瑜 可是觀眾朋友 容我這樣解釋 我認為部分區王議員 他這樣的攻擊 其實對韓國瑜是加分的 我的看法 這是浮龍王 另類的浮龍王 這是昨天在高雄的一個 反一國兩制的遊行 這個口號叫做掃國賊 韓國瑜 很多人拿這個掃把 我給他看 今天自由時報的頭版 做這麼大 其實人數只有 據說只有一兩千 有人說兩三千 做這麼大新聞 這麼多 他變得育萬人 嚇到今天 當然因為蘋果日報 他也有他的立場 蘋果日報也做這麼大 看起來很多人 可是我為什麼要跟 這個插播講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在高雄市議會 其實韓國瑜已經講過了 韓國瑜說 我手握心臟 這一招不知道怎麼學 手握心臟 我反一國兩制 他已經公開講他反一國兩制 我想請問這些朋友 那你們去抗議什麼 他都已經跟你講說 我反對一國兩制 你要抗議什麼 韓國瑜也反對 你也反對 那你要抗議誰 你怎麼講一下 是什麼國賊 韓國瑜他講 在高雄市議員他講 他說 我反對一國兩制 民進黨議員說 中聯辦說你談一國兩制 韓國瑜問他 你相信我 還是相信中聯辦的新聞稿 就有人 韓國瑜根本沒有在中聯辦 會面講一國 他根本沒講 是中聯辦的新聞稿 在那邊講說 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 多成功多成功 他連台灣都沒提 互相的理解 可是就是要這樣抹黑 然後跟你講說 我反對一個人 我覺得很故意 這種心態 跟這個部分區的王議員很像 我就是要給你修理 我要修理你 我需要什麼理由跟藉口嗎 我就說你一國兩制 韓國瑜就說我反對 他已經講反對了 你還去扣他紅帽子 你還要去抹紅他 管政邊有 所以我說 王議員這種修理 還有昨天去抗議的 這些碰的心理 是真的會傷到韓國瑜 我不這麼看 你說這樣持續修理下去 也不會傷害到韓國瑜 我相信大家的眼睛 是雪亮的 這個批評有沒有道理 你這樣扣帽子對不對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 自己會判斷 你相信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